由韓國 SELVISM 研發並由 POSEIDON GAMES 所代理的騎士的公主養成 在善終終於正式展開封閉測試了 這部費雲不只是主打超休閒的放置玩法 同時也請來了多位知名大手繪師助陣 打造出了一款別具魅力的放置型美少女遊戲 但雖然玩起來很輕鬆 遊戲內複雜的養成系統 還是常常讓人不知道到底從何練起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來一段簡單的教學 一起來看看這遊戲的養成系統是怎麼運作的吧 除了關鍵的抽卡外 如何養成角色可說是頭等大勢 遊戲中的角色被分為女兒和精靈兩個部分 首先我們來談談如何培養作為主力的精靈 常玩這種遊戲的玩家都知道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幫精靈們穿上並強化裝備 但除了這個方法外 精靈養成才是能力提升的重點 透過活動和放置掛網 你可以注意到各種等級的瑪納石 瑪納石可以幫助你提升角色的力量 敏捷、智慧、體力等式微 隨著你使用瑪納石 數字會出現隨機的增減 而越高級的石頭 增加的數字則越多 在達到上限之前 你都可以持續強化角色 但要注意 瑪納石有可能出現複數 此時你可以選擇 是否要放棄這次的數字變化 看看是否要重新來過 或是接受些許損失 透過這樣反覆的養成 精靈的戰力就會大幅上升囉 另外也別忘了在養成下面的訓練和強化技能 訓練必須消耗魔法藥水 每強化一個階級 就能提升定量的戰鬥力 雖然相較於養成來說 這個方法不太有效率 但如果你想把角色強化到極限或是進化它 可得一步一腳印的 好好把水灌好灌滿喔 而技能養成就更單純了 在遊戲中 你可以消耗餅乾、蛋糕等點心 來提升技能等級 雖然不會反應在戰鬥力上 但會很大程度的影響你的輸出 另外要記得 這些點心可以被簡單的合成更上的階層 所以除了要定期升級 也別忘了先將點心升到最高級喔 而除了精靈以外 女兒還有一種特別的養成系統 叫做教育 這個系統需要消耗 所謂的教育書 這個教育書可以透過打工系統來取得 玩家只要在打工處配置正確的精靈 並放置一段時間 就可以在完成時取得或多或少的教育書 此時就可以用教育書 來提高女兒的素質和親密度 雖然效率可能不如瑪娜時 但女兒的成長幾乎沒有極限 慢慢地培養下去 甚至會比魚娃的精靈更強 也能打開更多主線故事喔 而除了角色本身之外 當然也別忘了裝備的強化 裝備被分為好幾個部分 除了最基本的主屬性強化之外 還有著精煉特性以及寶石等不同的強化方式 其中強化只需要耗費強化石和金錢 就能簡單增強戰力 是最單純的強化方式 但精煉開始就有點複雜了 是以類似養成的方式進行的隨機變化 這個變化會隨機改變四維的點數 但你可以花點寶石來固定某個數值的變化 是相當需要成本的養成方式 而除此之外 裝備還有無雙和傳說兩種特性可以強化 這兩種特性可說是裝備主屬性的延伸 玩家可以消費拆裝得來的特性點數和金錢來提升他們 這些強化可以相當幅度地提升裝備的戰鬥力 但要注意特性點數和名聲都需要花時間累積 所以可得慎選要強化的裝備喔 而最後就是所謂的寶石了 玩家可以消耗PVP得來的戰鬥 購買鑰匙來解開寶石格 這些寶石不僅能合成 同時也能提供大把的被動能力 不管你缺少什麼屬性 幾乎都可以靠寶石來彌補 雖然一件裝備最多就四顆 但累積起來也是不小的強化喔 以上就是騎士的公主養成全部的培養教學 希望各位在看完這個教學以後 都能學會如何養成自己的精靈 如果你也喜歡這款作品 不妨在上司的時候多關注一下吧 我是大喇叭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期見 啦 � рад ör 謝謝 不能 我